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也要來看這一週的英雄地下城的五隻角色喔 那如果大家昨天晚上有Follow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不小心發錯週的一個英雄地下城了喔 好啦 我們就快速的來看一下這一週這五隻到底哪隻好用吧 那這一週的觀光其實都還算不錯 我先介紹我自己最推的呢 應該就是這個暗術妖了 因為暗術妖他的一個隊長技能是公會戰的速度隊長 他可以讓我們在公會據點戰當中作為一個毒控隊的隊長來去做使用喔 這個角色非常的特別 他的三技能是攻擊群體 始弱化效果增加一回合 減少強化效果兩回合 而這個減少強化效果兩回合呢 因為魔靈當中大部分的增益狀態都是兩個回合 只有極少部分的增益狀態是三個回合的 包含可能像是水仙人的盾跟免疫啦 然後可能光海王有消到狀態的這個免疫啦 又或者光傲的回血好像也是三個回合有點忘記了 但只有極少部分的一個狀態是三個回合的 所以等於說兩回合的增益效果減少 對於大部分的角色來講都是屬於群消技能 並且有這個延長負面效果 所以這個技能並不只有作為開場的群消可以使用 他也可以在中場的時候 去增加我方對於對方的控場能力的一個提升 然後他的二技能是攻擊所有敵人減少攻擊速度 並且減少攻擊條 光是這兩個技能就可以讓他在公會區點站作為控場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的亮眼了 更不要談上他的一個隊長技能啦 符文的部分我會直接選擇走速體體 兩技能到其實裝意志會再更好一點點 我會隨著我自己的出場選擇 而來去決定我要裝保護還是要去裝到意志 使用上我通常都拿他去跟瘋爹 再加上一個群體的上賭角色 直接讓他開場可以選擇三技能或二技能 這是取決於對面到底免疫裝了多少 對面到底有免疫的角色 是不是我覺得需要重點處理的對象 並且使用他的對手呢 會是那種可能速度不會到非常非常快 而且基本上建議不要去挑有速度隊長的對手 因為通常有速度隊長的對手 可能速度都會再稍微快一點點 只要能做到開場的先手 毒控隊毒下去 基本上這一隊的控場能力是相當穩定的 那這邊的開場我們就可以先選擇一下 因為對面其實只有風雷帝這個角色是擁有免疫的 所以其實開場的風雷帝傷害並沒有那麼可怕 我這邊選擇先來做一個緩速加退條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直接去上到一個毒之後 然後我們再讓這個風爹去用3技能來去做到退條 然後退完條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這邊就等風雷帝去做一個行動 然後這邊動完之後呢 我們這裡再用這個3技能來去延長對面的一些負面狀態以後 來這個暈下去 動 然後這邊來這裡重點來了 各位我們這邊再把2技能轉給我們的暗蘇妖之後 這邊我們的暗蘇妖的3技能 就可以直接讓對面的一個暈眩狀態 直接來到2個回合 甚至如果運氣好的話是可以直接在第一回合 如果對面就有被暈到 那就是3個回合 其實這樣的一個時間已經算是非常足夠去做一個控場 除非對面真的突然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暴走 否則這樣的控場基本上對面都是很難扛得住的 那我們後面只要慢慢的去處理慢慢的去讀 然後雖然說這個隊伍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續戰能力 但整體上的一個控場能力是絕對無庸置疑 只要能夠控到第一波 這個隊伍基本上都能夠從頭去控到位喔 屬於我在這一週最推薦的一個光暗選擇啦 然後再來第二個選擇的話呢是我們的光金石鬥士 光金石鬥士其實他不算是一個太差的角色 他的1技能是攻擊完後會增加攻擊力 2技能是攻擊後如果觸發暴擊的話 會額外賦予兩回合的破防效果 並且攻擊完後如果目標體力會賣50% 會立刻獲得回合 等於說他是有機會直接做到2加1 並且搭配被動技能 自身回合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相當於傷害量的護盾 並且攻擊的時候暴擊率會增加30% 等於說他只要70爆就等於是百爆了 並且他還會以護盾為比例增加他的一個傷害量 所以換句話說 他的2技能打完之後 就會給自身一個護盾 如果今天對方的體力不夠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2技能獲得回合 再接上1技能傷害量是會大幅度的提高的 在少部分的四星隊伍裡面是可以拿來做使用的 但這個隊伍可能就會是偏向 利用屬性上的優劣是讓我們的光金石 不要先被擊火 然後利用他的一個聯動性來造成輸出 那平常的話呢 也可以把他選擇裝反擊符合 因為他只要反擊就會加攻嘛 然後就可以把他拿去打5屬的一個1技能喔 算是一個小有用途 雖然不廣泛 但絕對是可以使用的一個角色 再來我們進入到3屬 3屬的話 我最推的無庸置疑就是我們的風瑞琪了 風瑞琪他的被動技能在改動過後呢 只要對方攻擊是有護盾的時候 那他就會對攻擊者造成一個一回合的緩速效果 如果今天這個盾被打破的話 他會直接以2技能做反擊 這個2技能如果做反擊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知道嗎? 他的2技能會破防耶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對方把他的盾打破了 他用2技能反擊了 反擊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被破防了 下一次輪到風瑞琪 如果他在對同一個目標攻擊的話 是會一瞬間造成蠻大的一個傷害量的 那也因為這個被動技能 只要他有盾被打的話呢 就會上一個緩速 所以他也非常適合在一個地下層來去做使用 這是我們的審判地下層 因為審判地下層他的一個傷害能力呢 是跟攻擊速度有關係 我們只要對他上到緩速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們的傷害量 也就是同時大幅度的提高通關率 以及這個通關的速度 所以對於風瑞琪來講 因為審判王會對全體造成攻擊嘛 所以他只要對全體造成攻擊 只要打到風瑞琪 就高機率可以對對方上到一個緩速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做到一個 非常高以及非常快速的一個收頭了 所以我覺得風瑞琪這個角色是 如果你的光暗都已經有了 這個在農鋼鐵地下 審判地下層還沒有那麼穩定的話 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喔 因為他的1技能跟他的被動技能 都可以去造成一個緩速效果 所以我覺得算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而且在殘局的時候 也有可能因為這個盾 這個盾可以保密 有沒有 這邊他全體打下來之後 就會上到一個反擊 那如果今天因為這個盾 他在殘局的時候 就有可能去扛住那個傷害 然後最後做到一個殘局收尾的功效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還算不錯的 審判地下層的選擇啦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的更快速的打法的話 那當然就不一定要選擇他了 再來的話剩下兩隻是 目前現階段來講 比較沒有用的角色 第一個是水溪爾菲德 水溪爾菲德其實在從前 對 我們要講到很遠古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龍之地下層 只有到第10層 那也沒有什麼速刷隊的誕生的時候 其實水溪爾菲德 是我第一次通關龍之地下層 所使用的角色 那時候是借用好友的水溪爾菲德 然後就直接利用這一隻角色就可以單刷過去 但隨著版本的眼鏡啦 雖然說他的技能都有所BUFF過 並且其實技能組不算太差 他三技能可以群解加上全補 以及還可以做一個一回合的減CD 算是不錯的技能 二技能還可以單控加上延長冷卻 但是他就更偏向是魔隊的角色 體力係數不算太差 腿長也不是真的要太短 我覺得如果未來哪一個時刻 可能據點戰功會戰 進入一個純坦的時代的時候 那這個角色或許有機會再出場 不過因為現在是一個高速控場的時代 所以這個角色可能就比較沒有發揮空間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火海盜 火海盜這個角色雖然說 這次技能改動 改過了 二技能終於有炸彈了 那既然有了炸彈三技能就有用了 沒錯 總覺得他好像還是缺了一點點什麼東西耶 二技能能夠群雲加上炸彈 不過因為第一個他是不穩定隨機的 那雖然說三技能只要引爆之後呢 會立刻減少他的一回合CD 並且還可以立刻獲得回合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他是二技能用完之後 下一個回合 因為吃滿他CD三回合 下一個回合輪到他 他使用三技能引爆炸彈 二技能CD又減一 他是可以立刻再使用二技能 他是可以使用到 二、三、二這樣去做combo的 其實還算是有點想法 可是問題很簡單 就是太不穩定了 因為他是隨機的攻擊 所以未必能夠對你想要控的那一隻角色 去做到一個暈眩或炸彈 我覺得如果把他作為防守的話 可能可以嘗試看看 但作為進攻的話 因為我們進攻通常會選擇相對穩定 而不會是去選擇相對賭博的角色 所以這角色可能防守可以試著玩看看 去利用一個高速符文搭配前面的一個群霄 來去做到拚二三二的一個表現 不過另外一點來了 AI未必會去判定到說要使用二三二 搞不好一開場就直接先用三技能 然後再用二技能完蛋 這個連動性就直接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技能改動 確實有改到火海盜的一個重點 不過可能還是差了一些些 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稍微期待 在未來有沒有可能藉由 改動AI技能的使用順序 又或者再給他的技能 稍微多一點點的小buff 讓他變成是一個 可以作為據點戰使用的角色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英雄地下城 五隻角色簡單介紹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囉 掰掰